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真菌的致病机制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 真菌感染引起的疾病我们叫做真菌病 Mycosis 根据感染的部位我们可以将真菌感染分为浅部感染和深部感染 一般来说浅部感染是病原性真菌所致 而深部感染一般是机会性真菌感染 首先我们看一下真菌的致病性 它可以是条件致病菌 也可以引起致命性疾病 可以产生毒素 可以诱发癌症 然后有些真菌目前已经肯定可以致癌 首先我们看一下致病性真菌感染 致病性真菌感染均为外原性感染 有两种类型 深部真菌感染如加膜组织包浆菌 有不完全吞噬特征 引起慢性肉芽种坏死和溃疡 第二种是浅部真菌感染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 如皮肤选菌 有视角质细胞作用 通过局部刺激和代谢产物 引起炎症和病变 这个图为浅部真菌感染 左图为我们常见的甲选 即俗称的灰之甲 右图为头选 第二种机会性致病真菌感染 多由辅生性或正常菌群的真菌引起 为条件致病菌和机会致病菌 如甲丝酵母菌感染 国内最常见 新型引球菌及卡式肺包菌感染 这个多发生在机体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患者 如艾滋病肿瘤患者 第二是菌群失调的患者 三、真菌超敏反应性疾病 多由吸入霉菌、青霉菌、镰刀菌的菌丝或包子产生 引起呼吸道的过敏反应 比如哮喘、过敏性皮炎、蕁麻疹 以及接触性皮炎等等 四、真菌性中毒 有些产毒真菌、污染粮食、油料作物 食入后引起急性或慢性中毒 称为真菌中毒症 与细菌和病毒性感染引起的中毒不同 首先真菌中毒有明显的地区性和季节性 第二、不传染也不流行 第三、可引起肝、肾、神经、造血器官等发生病变 比如煤变甘蔗多由结菱包菌污染引起 该菌可产生含有神经毒素、三消肌丙酸的毒素 该毒素的主要把器官为大脑 可引起严重的临床后果 一般食入后2到8小时出现抽搐、昏迷 死亡率可达20%以上 目前尚无特效的解毒药物 所以大家在吃甘蔗的时候 一定不要吃煤变的甘蔗 第五、真菌毒素与肿瘤 迄今已经发现有200多种真菌毒素与肿瘤相关 是食品卫生和癌症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目前研究最多的是黄取煤毒素B1 这个毒素可引起肝癌 另外一种毒素是鹤取煤产生的黄鹤毒素 也可以引起肝癌 还有镰刀菌产生的T2毒素 可使食验大鼠产生胃癌和胰腺癌等不同的癌变 好,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